hello大家好 方方在获得了BBC2020年百位优秀女性一殊荣之后 那么她接受了BBC的一个专访 今天我跟大家大概聊一下 她这次接受专访的一个采访内容 这次采访呢 我看了她这个挺长的 这个都估计都有几千字吧 我们不可能啊 全部跟大家陈述一遍 我们呢 就是从中节选 我认为比较有意思的 和大家分享 我声明这是我节选的 我们不能像某些媒体 包括某些自媒体人 你把人家在这个话 是吧 断章取义 掐头去尾 混淆视听 咱不干这事 我明确说啊 我这是节选 而且我把这个链接回头 我放到我这个视频下面 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看全文 那么BBC呢 针对这次方方得到这个 百名知名女性 这个事之后 他采访方方 方方呢 就说 他说呀 目前中国现在是在文革2.0版 中国经历文革之后呢 反思不彻底 他就是所谓的文革1.0的时候 他说中国呢 反思不彻底 改革不到位 该否定和该面对的很多历史事件 都取以遮蔽的方式 这导致很多人 尤其是年轻人 根本不知道历史上发生过什么 我们应该警惕什么 这也导致今天的官员群体 采取宁左勿右的姿势 像阶级斗争 无产阶级专政 这些文革专用语 也都再次出现 这也说明中国的改革 正在朝着失败的路上走 在后退 这是他说的一段话 我觉得这里边比较关键的词 就是第一 他对目前中国的现今的社会 他的定义是叫文革2.0 所谓的文革2.0 说白了 他觉得他现在已经被遭到批斗了 很多人该开始在网上贴他的大字报 但是我是这样想的 方方 汪教授 你目前你的微博 拥有几百万粉丝 大量的粉丝 绝对算是大V中的大V了 这个微博也没封你 你每天呢 也是依然可以在微博上跟大家互动 你是 好像他是不是关闭评论了 他好像把评论给关闭了 关闭评论好像是你自己的事 不是微博这个背后操作的 应该是你自己操作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其实你有畅通的管道 包括你看你这次 你都能得到BBC的这么大个奖 多光荣 对不对 另外一个就是你把中国目前的形容叫文革2.0 大家知道在文革的时候 就是当初 那个真正文革的时候 中国社会整个是大倒退的 大倒退 乌烟瘴气 这个老百姓过得非常不好 那么但是现在我们看现在这个社会 是不是当年那个状况 我觉得方方你得说实话 对吧 你不能说你发了这个方方日记之后 很多人对你产生了抨击 对你发表不同的意见 甚至骂你 你就把整个中国社会定义成了文革2.0 你把自己的遭遇 扣在整个中国社会这个头上 我觉得这样不公平 对吧 另外一个就是你怎么去定义 什么是文革 什么不是文革 难道反对你的 骂你的 这些人 他们就是文革 难道你说的都是对的吗 你作为一位是吧 拥护言论自由的 拥护人权平等的 你不允许别人对你做评价吗 你这么一个大V 大家知道公众人物 无论是演艺界也好 文化圈也好 你既然是露脸 你都不要说你 你就说我吧 对吧 咱这频道人又少 观看量也不高 那还有人很多在底下骂我的 对吧 你既然敢露脸 你既然敢说话 你就得接受公平 这个很正常 对吧 咱这频道我也没有官微评论 很多人也骂我 对吧 咱也不像人家什么死动 谁 骂的人多了 直接把评论一关 是吧 省得闹心 咱没有 外骂骂 对不对 这个骂是你的权利 对吧 这不就是所谓的言论自由吗 方方 另外他还说 他说 记者问他 记者问他 他对其他国家的 目前的抗议的措施 他有什么看法 方方说 他没有资格评价 其他国家的抗议措施 但他认为中国的一些抗议经验 值得其他国家吸取 他也承认 这次武汉的这次封城 带来了巨大的代价 但是目前看 这个做法是必要的 他说各国国情不一样 很难说各自的应对措施 孰优 食物略 但有一点可以明确 抗议不成功 一定有他自身的问题 有问题 作为民众就可以批评 这句话我觉得说的挺好的 说的蛮不错的 对吧 但是有一点 方方你说 我不好说 别人的国家抗议的好和不好 对吧 各自应对的措施 孰优孰劣 我无法评价 我觉得方方 很好评价 你只不过是 不想评价而已 你只想评价中国的 对不对 为什么说 我说很好评价呢 评价这个东西的唯一标准 就是看结果 对吧 方方 我们不用是防疫专家 我们也不用是什么医生教授 你看结果就好了 因为这件事情啊 已经持续了 相近一年的时间了 自武汉是吧 封城以来到现在 差不多一年了 马上就奔着一年去了 这么一年将近这十个月 十一个月下来 哪些国家目前控制的好 哪些国家控制的不好 有数字啊 是吗 啊 对 当然了 方方呢 一直是不相信中国公布的数字 这次他在这个采访当中啊 他也提到了 对吧 不透明 是吧 各种数据都不透明 那么以我们目前啊 能看到的这个官方统计的数字来看 是很容易辨别 哪些国家做的好 哪些国家做的不好的 无非就是方方 当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选择了回避 对吧 他用一个非常 在我看来不是很高明的方式啊 他说每个国家国情不一样 对吧 所以说我没法评价 我觉得呀 这次这个新冠疫情啊 很多人形容他 叫对全世界各国的一次大考 我觉得这个这个比喻啊 挺恰当的 对吧 你这个在班里考试也好 在年级考试也好 在学校考试也好 具体评价你考的好和不好 你本身客观来讲 你得多少分 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就是 你跟其他人的对比 对吧 方方 你也高考过了 高考的分数线 他不是一条死的 他是根据每一届 他有一个招生的比例的 说白了 就是当大家都得30分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能考50分 你就上线 对吧 当大家都考90分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考88 也证明你不及格 你也上不了大学 不就这个道理吗 嗯 这个对比这东西你不懂吗 你为什么不敢在BBC采访你的时候 你聊一聊 你对于其他国家 这些防疫措施的你的看法呢 我觉得没有问题啊 怎么一提到其他国家 尤其是西方国家 你就把嘴闭上了 啊 你把你所有的怒火 你把你所有的怨言 全部发在这个中国这个社会 我觉得目前你这个看法 我是非常不能认同的 对吧 当然我 我不反对 你对啊 当时在武汉 你所经历的这些事 你写成日记表达出来 这个从根本上 我是不反对的 你有你自己的视角 但是还是那句话 方方 你在那个特殊时期 你站在你个人的视角 利用你的影响力 对外所发布的这些信息 有很多你是没有经过求证的 你也是道听途说 对吧 这也是事实吧 啊 这是事实吧 另外一个就是 你觉得你这次经历了这个方方日记之后 在中国遭到了无比的打压 对吧 生活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 但是在我看来 你不是你要不是因为这个 BBC百年女性 你能轮到到你吗 啊 世界上那些什么欧美的那些国家争相出版你的那些日记 板税呢 啊 听说板税那是非常高昂的 你能赚到那些钱吗 不要得了便宜卖乖 知道吧 吃别人的人选馒头 最后你还全那馒头脏 你这样做有点不地道 啊 有点不地道 我我个人倒认为啊 其实方方你这个日记呢 是应该什么时候发表 如果说你真的 站在一个善良的角度 去看待中国内部问题的话 你这个日记可以写 你可以写得更更尖锐都没问题 你应该什么时候发发布啊 你应该 等着这个疫情啊 在中国疫情 这个子弹飞一阵之后 你再发布 而不是实时发布信息 因为很多信息 你自己都是看不到的 每个人都封在家里 对吧 你武汉那么大个城市 你怎么知道 你比如说你住城北 你怎么知道城南的事呢 你不也就是道听途说吗 也那时候不是 这个网上不是也是 小道消息乱飞吗 中国如果当时不控制一下 这个信息来源的话 对 你还说 当时呢 这个网管是吧 对各种消息呢 封闭的 这个就查得很严 那必须要查严呢 这点你不懂吗 在那个特殊的情况下 网上假消息乱飞 对吧 这死了一百个 那死了一千个 是吧 回头那个山又挖了个万人坑 那你是信呢 还是不信呢 嗯 所以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 必须有官方啊 来主导这个信息来源 不是有你们这些作家 坐在家里 是吧 看着微信 看着微博 然后呢 这个头脑中意想出来的一个事实 然后把它写成文字 对外发表 啊 然后你就站住一个什么理呢 就是我是武汉人 对吧 封城的时候我也在武汉 然后我还是作家 你作家 你怎么在作家 你作家说的话都是实话吗 啊 你沾了你这个身份的光 沾了你是个武汉人的光 仅此而已 知道吧 所以不要啊 再这么恬 就是恬不知耻的 出来还号称什么中国已经进入了文革2.0 如果真 如果中国真的进入文革2.0 你现在还能接受BBC采访吗 你这个年纪应该是经历过文革的吧 文革1.0 你觉得你能遭受这种 目前你能有这种福利吗 这种待遇吗 啊 你的文革2.0 你还进 你还给人家升级换代了 如果真的是进入了文革2.0 方方 我不相信你现在还能站着接受BBC采访 你信不信 不要危言耸听 不要蛊惑民心 姓方的 啊 好 这两天啊 又出来一位啊 叫什么呢 叫沈嘉欣 啊 他自称是华裔兄弟 影视公司旗下的这么一名艺人 呃 这女的怎么说呢 这女的在 昨天啊 前天27号 她在自己的微博上 她发了一条文章 她说呀 敢问 钟南山院士 这次疫情 你整天忙在镜头一线 有什么研究成果 发明了什么药 治好过几个人 提出过什么合理化建议 你在武汉一共待了几天 你在这次疫情都做了什么贡献 别告诉我 只有板栏根和瑞德西韦 还只能是白云山排的哦 你看见没有 他这话一说呀 完了 他整个的微博啊 又被洗版了 又被洗版了 大家可以可想而知啊 他对钟南山这样的一个评价 啊 你看他问的这些排比据 你治好过几个人 你提出过什么合理化建议 你在武汉一共待过几天 你这话问的是不是有点弱智啊 沈嘉欣 我不想对你这些话做出一些回应 白痴才问这些话呢 我说实话 钟南山提出过什么合理化建议 一共在武汉待过几天 你他妈平常不看电视啊 当武汉疫情一爆发的时候 大家都往外跑 钟南山是不是坐了高铁进武汉 他提出什么合理化建议 我说那句话 你不看电视 你不看报道啊 你怎么 我发现这帮人怎么 这个文艺圈也好 这个娱乐圈也好 这帮人特别喜欢坐在自己的屋子里 这个脑子里边自己听他编故事呢 你跟那个袁同飞似的 袁同飞人家是发明历史 你们是发明什么 这个发明现实是吧 真的有意思我跟你说 太有意思了 沈嘉欣 另外一个啊 钟南山不是获得这个共和国勋章了吗 共和国勋章一共没几个人得 对吧 那是国家最高荣誉 你这么质疑钟南山 是不是你质疑这个共和国勋章的含金量 你是不是把评选共和国勋章的 那个所谓的评选委员会 那帮专家都当大傻子 对吧 就你懂啊 你看我问这么多问题 钟南山都回答不出来吧 他说没有任何贡献 他就是个卖药的 他就是个带货的 你们还凭他为共和国勋章 还凭他这么大奖 你们这帮大傻叉 他的言外之意就是这个 他不是为了骂钟南山 懂了没大家 他这话里都有话的 钟南山你现在地位越高 我愿骂你 我骂的不是你这个人 我骂的是你背后 谁赋予了你的荣誉啊 谁把你抬到这个位置上的 我骂的是这帮人 但是这个沈嘉欣呢 有点这个小悲惨 在哪呢 就是他这个微博刚一发出来 当天华裔兄弟出了一篇这个公告 啊 他说这个沈嘉欣呢 他不是我们这个华裔兄弟的啊 不是我们旗下的艺人 人家人家这个华裔华裔兄弟 人家还说 人家说我们仔细查证了 我们旗下这些艺人的这个 也算是名单吧 对吧 也算是名单吧 结果人家说他跟华裔兄弟没有半毛钱关系 他所说的一切话跟华裔兄弟没关系 而且人家华裔兄弟接下来 要准备采取法律行动了 准备找你了 沈嘉欣 知道吧 我就在想啊 因为前两天我说那个袁腾飞和说这个 和说徐耀东啊 关于离异那个事的时候 我曾经说过 我说 这个四年特朗普这个时期啊 这个在任的时候啊 因为特朗普本人他不信这套意识形态 啊 他也不认为什么人权平等 什么民主自由 对吧 有多么高大上 特朗普呢 就是讲究一个实际 对吧 他是要这个实际利益的 那么他这一搞呢 就搞得很多国国际上 尤其是我们国内啊 别的国家咱不说啊 就是我们国内很多之前的一些公知啊 啊 或者说是这个一天才晚给大家洗脑的呀 这些台面上的一些人物啊 很郁闷 知道吗 背啥吗 就说 哎 之前美国是吧 高举着那个民主人权 是吧 自由民主 这些大旗的 这帮人怎么现在掩旗息鼓了呢 怎么不给我们支持了呢 怎么不给我们援助了呢 哎 所以这帮人这四年啊 过得非常的郁闷 啊 就像之前我说的袁腾飞也好 说的方方也好 啊 这次就跳出一个沈家新啊 尽管我们大家都不知道他演过什么戏啊 华裔兄弟呢 也都辟谣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哎 川普终于下调了 啊 还有一个月 民主党上台了 大家一看民主党上台啊 欢欣鼓舞 啊 因为民主党一上台 整个 这个 呃 所谓的意识形态啊 啊 这些这杆大旗估计又得立下来了 国内公知呢 就看到了希望 所以纷纷在民主党上台之前 要纷纷表态了 啊 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 我个人觉得啊 我们 应该是上了某些 坏人的档了 诸位啊 你发现没有 因为我看到沈家新这个消息之后啊 我突然就有这种感觉 就是你发现 沈家新一个 大家从来没听说过 起码我没听说过 而且我做这视频之前 我还在百度上去搜他 他到底演过什么片子 我竟然没搜到 你说怪不怪 再加上人家华裔兄弟 已经撇清了跟他的关系 说他说他从来就不是华裔旗下的一个演员 所以这就很蹊跷 为什么这种人 名不战 名不见 京传 这种人 突然跳出来 直指钟南山 他在干嘛 说白了就是在碰词 包括方方也是 在我看来啊 包括方方也是 方方 我只能说 他是之前写日记的时候啊 他有可能 一大部分的这个心态呢 他是无意 他就写一篇日记 他就发出去 没想到引起这么大反响 接下来的种种操作 就是往这碰词那方向去了 啊 那么沈嘉欣也好 方方也好 包括这次袁腾飞也好 大家发现没有 他们呢 始终能坚定的站在大部分中国人的对立面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们支持的我都反对 啊 而且我越反对 我越红 那么谁想让 想让我红呢 就是西方这些媒体也好 西方这些政府也好 啊 只有我站在大部分中国人的对立面 当然 我说的是大部分 不是全部啊 中国人里面总有败类 对不对 总有败类 你看也有给沈嘉欣点赞的 也有支持袁腾飞的 很多人 人也不少 但你看比例来讲啊 他们还是少数极少数 在这种情况下 哎 我站在你们绝大部分中国人的对立面 敌人的敌人是朋友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呢 西方媒体也好 西方政客也好 西方的那些所谓的人权组织NGO也好 那他们就成为 将来 他们会拉拢我 我们就 我就成为了 他们当 以后拉拢了重点的对象了 否则 你像沈嘉欣 不是因为这次 他说这个 在微博上说这番话 谁 谁知道他 啊 谁知道他 长得也就那样 对吧 整不整容 咱也不知道 一下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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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方 是吧 说是在文艺圈啊 这个文学圈 呃 有点名气 有点名气 这个叫什么 湖北 作协副主席 普通老百姓 谁知道他 谁知道他 这个年代 看书的人又不多 结果这一弄 嘿 不光在这个文化圈 有名的 在全国都有名的 对不对 徐晓东 之前是在武术圈内打假 你发现好像 关注度还不够 啊 我得评论一下政治了 对吧 我得发布一些 跟你们不一样的言论了 我发布什么言论 我发布 就是跟大多数人不一样的 我得标新立异 啊 必须要标新立异啊 你像我们这样做这种 这个 我们这种 这个自媒体 为什么老火不起来呢 就在这 因为我们总是 还是站在中国人 大部分的 这个 大部分人的立场上去说话 大家看了之后呢 不新鲜 啊 对吧 你这么说 他也这么说 无非就是可能 每个人的角度 稍微有点不一样 这个修辞 有点差距而已 对吧 或者说你长得好看一点 我长得难看一点 仅此而已 大家看多了之后就腻了 但你像人家就不一样 啊 人家不一样 人家毕竟是说出了 很多人 说不出的 或者人家很多人 这个不齿的话 人家能舔着脸说出来 哎 就引起了关注 无论是你捧他的也行 或者是你恨他的也行 他最后追求的是一个曝光量和一个点击量 这个很重要 对于他们来讲 实在不行 啊 到这儿实在是在中国混不下去了 最后 哎 拿着在中国的这 这一顿操作的这些记录 对吧 就像是给这个西方国家的一些投名状 对不对 比如方方 对吧 将来一看 哎呀 不行了 国内容不下我了 虽然政府没封杀啊 政府到现在没封杀的 这个但是民间啊 这个大家对我的抵制意见太大了 是吧 我出门都有都有人朝我扔臭鸡蛋了 我活不下去了 那我得申请政治避难吧 哎呀 你是日本呢 你是美国呀 你是澳大利亚呀 对不对 我这么有名的大作家 我还写了方方日记 对吧 你们这么多人拿了方方日记 这么好的素材攻击中国 对不对 我给你提供了这么多的弹药 你能不要我吗 就沈嘉欣也是啊 对吧 这个我这常年在国内也没有戏牌 是吧 也没名 这个潜规则也没人让我 那个那算了吧 对吧 我走